全国大家平安健康 希望今天台北股市的上涨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一点的心情 台北股市上涨78点 那真的还是一个选股的问题 选股的问题 我一直在想到 就是说是投资人在股市里面 你要感受到有成就感 这个成就感 它绝对不是一天让你有成就感 你不觉得一天来的太快了吗 如果有一天的话 你认为那个成就感会很大吗 不会啊 你要给他一段时间 你要给他一段时间 你没有说那种一天的话 你就感觉到 这我成就感好大 不是这个样子 在你给他一段时间之后的 这么长的这样子的一段时间 中间你也会有感受到难过的时候 有听过人生的歌吗 黄毅玲啊 人生的歌啊 我要说人生的路 其实就跟股市是一样的 不顺的时候是十之八九 逆境是十之八九 顺境只有十之一二 你如何面对人生的路 你如何面对股市 你未来能不能成为赢家的这条路 他很辛苦 哪有什么平步青云的 所以当你在股市里面 你如果真的能够 展示上腾的感觉 展示上腾的感觉 他需要一些很多重点 需要支持你 能够才能进入所谓的展示上腾 比如说你不要追高 我举例子了 我要请问大家 在过去的两天 礼拜二礼拜三 你有没有追高 你有没有追在970以上 你有没有追在960以上 你有没有追在950以上 你前天到了963 你昨天到了977 投资朋友们 你为什么要追呢 联发科啊 联发科你为什么要追呢 我有任何时间告诉各位 这道股票你可以追 有过吗 never 不能够 所以说今天面对股市再好的个股 也绝对是逢低层节 而利用他所谓的一个利空 孔老师联发科是什么利空 你不是讲了吗 AI手机联发科绝对是最大的利多 而且在2月26号到2月29号 MWC世界通讯展 AI手机绝对联发科 直纽2 相关的OPPO Vivo 小米 全部都会在MWC里面展示他的AI手机 因为他们不可能让三星 Galaxy 24 Series系列的这样子的AI手机 独创他的一个 垄断市场 这我讲的 但同志们你要知道 中国的低阶手机现在被谁掌握 被华为的麒麟晶片 中低阶的手机都是华为的麒麟晶片 2454联发科 中国品牌手机在中国的市占率上面会被华为吞食 这个你也要想 所以说你看到昨天联发科法术会 他有跟各位谈中低阶的时候 没有今年是一个成长的一年 未来AI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会跟你讲这个 你中国品牌手机在中国市场上 你的中低阶手机 你会被这个华为的麒麟晶片瓜分 你的天机 9300不够看 不是不够看 9300是AI的晶片 华为没有AI晶片 华为 所以说应该怎么讲 没关系 我中低阶手机 我给你华为 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高阶的AI晶片 9300或9400 年底的9400的一个所谓的天机 这个部分的晶片 AI的晶片 我绝对要掌握 这个部分 它整体的毛利也比较高 所以说总的来说 联发科 我们要的是短空 在短线实现 它的一个空的一个利空 但是长线上面 我们看到的是利多 各位了解这个意思了吗 两天你攻973的高点 过去两天 977的高点 你追了 今天全数套牢 那我现在要讲 联发科 既然是短空长多的话 那联发科 到底有什么讯号 出现的时候 你要出手 你要出手 要出手才是你的机会 我们说机会到最后 还是要出手 但是他往往出手 那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要克服人性的弱点 出手的时候 是你不敢出手的时候 你不敢出手的时候 我说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当你走过孔祥词 带领团队成员 这一条路的过程里面 你会感觉到股市 它真的是一个 友善的一个市场 所谓友善的市场 只要你挑选对个股 只要你把握它的位阶在低档 然后产业出现了一个转变 出现一个谷底翻扬 在整个市场上 出现结构性的改变的时候 只有在那个时候 你会找到真正具有 大幅破断的一个标的 但是他出手的地方 往往是你不敢出手的时候 经理科的106.5 你会出手吗 我问你自己 我问你自己敢不敢出手 106.5的经理科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要看未来没有错 但是从过去的操作 我现在数回来 你敢出手吗 你敢不敢出手 当你不敢出手的时候 就是你缺少了以下 我经常跟各位谈的 孔祥子操盘团队的优势 你没有 你对全球多空因素掌握了没有 更重要的一点 你有没有掌握从产业出发 找购物的前端资讯 你要了解产业啊 不是在那个地方朗朗上口 Micro Control Unit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river 你光这些口语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了解到 他们整体的一个产业的一个 彼此之间进合的关系 还有它里面关键民主建的搭配 还有市场上 你的Major Account是哪些 你的Major Account是哪些 你们两个之间互相竞争 有哪些产品是同质性的 你需要Compete 我这么讲 超维跟NVIDIA是不是竞争的公司 每个人都知道 全部都走AI所谓GPU的架构 对吧 那我要问 你们知不知道超维为什么 当然就是说 昨天在盘后的时候 它跌了6%以上 昨天最后收盘跌不到3% 它的跌幅有收敛 但是它仍然是跌 为什么NVIDIA 它一直不断的创高 你们要知道AMD的 资料中心的业务 今年预估 差不多是110亿美金 110亿美金 这个地方跟MI300系列来讲的话 它预估今年是 从20亿美金调高到35亿美金 当然资料中心 不是只有AI server 它还有其他的传统常规的伺服器 还有所谓的电脑 对吧 还有所谓的软体 对吧 总之一句话 你AMD的话 你的资料中心的业务 今年可以卖110亿的营收就对了 NVIDIA卖多少 各位知道吗 是AMD的7倍 800多亿 800多亿 你想想看 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给我听 Microsoft 没有错啦 微软有Cobo的晶片 有所谓的玛雅的晶片 一个是云端处理的 一个是所谓的AI加速的 这个地方都是5奈米的一个制程 全部都部分 大部分交给3443的创意 在这个地方做搭配合作 那我要问 微软给NVIDIA今年的 在资料中心的营收多少钱 我经常讲 你们应该记得 超过90亿美金 90亿美金 人家AMD资料中心的业务 不过才110亿美金今年 所以说NVIDIA的个股资料 它的股价就是强 持续不断地创高 资料中心业务差了七倍 当然差七倍 人家微软下给NVIDIA 今年至少90亿美金 还没有包含Tesla超过5亿美金 你AMD总共才110亿美金 资料中心的业务 人家NVIDIA超过700 110 等于是将近800亿美金的 一个资料中心的业务 各位了解了吗 所以说你会觉得AMD跌 为什么NVIDIA涨 他们两个都同质性 都有所谓的电竞的晶片 或者是所谓的电脑 都有这个东西 彼此竞争嘛 可是问题人家NVIDIA的营收比重 在AI营收比重更高 AMD的营收比重比较低 它被其他的PC给拖下来了 就如同我之前跟各位谈到 你搞清楚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代工来讲的话 广达伪创等等的 你今天不是只有AI server 你搞了一大堆的Notebook OEM代工 你一堆的Notebook来讲的话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所谓AIPC everywhere 那你这些一般来讲的Notebook来讲的话 你的利润有多少 你真的AI server可以占据掉整个 盖掉所谓Notebook 一般Notebook的营收比重吗 盖不掉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跟产业有关 跟它的内容有关 而全国投资院 你有掌握到产业前端的 从产业出发 然后各股的前端资讯吗 你如果有掌握了 这是你的 我说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这个叫什么 106.5到286.5 它是180块钱的价差 180块价差 我再讲了 你如果100万资金集中 就如同我跟各位谈的 你如果有300万的话 持股不超过三档 一档股票可以有100万 100万的话你可以买10张 10张的话 一张180 一张18万 你10张就是180万 我现在讲 我说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你有10张 你只要有300万的资金 我说过他负全部责任 我的持股本来绝对就是不超过三档 你在看我的节目 我的团队成员也在看我的节目 绝对不超过三档 你300万就是三档 一档就是100万 我请问 资金集中 代表你看得准 代表别人不出手 不敢出手 那是你的机会 你以为你掌握到前端之余 你掌握到从产业出发 产业深度的变化 106.5 286.5 一张180 一张18万 十张180万 放口袋 放口袋啊 咋了 不能放口袋吗 他现在来到400多 我只买到286.5 但是我要说 你可以过一个很好的年 你300万其中的100万十张 现在你能够一张18万的话 十张是180万 放口袋 你可不可以过一个很好的年 请你告诉我 你在股市里面有没有展示上特 有没有 好 所以说我再跟各位谈金利克 我跟各位谈联发科 联发科你不要追嘛 金利克你不要追嘛 好 再来 他今天有在创告 282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我昨天就讲了 我们89块半的神盾 267卖出了 这个部分是177.5 177.5 你有300万 100万买金利克 卖掉了之后 100万回来 100万买神盾 是不是也可以买10张 你要计较的话 可以买11张吗 你一张17万50张 是不是又175万 我没有讲说 我每一档股票都那么飙 我说我拨断 我不会错过 我价差更不会放过 我没有说我每一档股票 哇都神盾 金利克827的具有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你不要因为这个 说我都是这样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 我可以让你迈向财富自由 给我一段时间 你必须要给我一段时间 给我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不会让你每一天 感觉到都非常的高兴 他有让你很辛苦的时候 比如说 今天这个点 为什么还有一个更低的点 就如同金利克 我买了106.5以后 后面还有91块的低点 对吧 我买了神盾89块半 可是神盾 真的就买在起工店 运气好好 我感谢 我感谢苍生 我感谢老天爷 再专业的分析师 也要靠一些运气 对吧 这一条路 譬如说掌上去 哎呦 今天这个金利克 又在过高 到底要不要卖呢 现在已经有一百块的价差 到这个时候 到底该不该卖 从量价结构 看出来也没有出现爆量 是不是应该续爆 神盾也是一样 都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这叫 人神 就是说你不知道 该怎么做决定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不要认为 在价差越拉越大的时候 你心情是一个很刺激 很紧张 不晓得到底要不要卖它 各位你知道吗 一张17万五千块 十张是175万 我们仍然在神盾上面 也让我的团队成员 迈向财富自由 我现在就回来讲了 我今天拥有金利克 我拥有神盾 他拼空得来的吗 神盾的89块半 你认为那个点 你会出手吗 106.5的金利克 那个点你会出手吗 我要回头来问你 你不要认为你说 哇 现在神盾好强 每天都开梯走高 或开高走高 你看到的是这一段 很猛啊 问题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每天考验着你要不要出啊 真正利多的时候 难道不是利多出场吗 你要给我这一段时间 11月17号去年 金利克是去年8月17号 817 我这一路走过来 我都会回头去看 这个大波段里面 我中间经历多少的酸甜苦辣 不就是跟你的人生一样吗 但是我们希望最后终结 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你希望好的结果 我诚信专业的操盘团队 孔祥子这个地方 完全接纳你 然后我们会给你暂时上等 让你财富自由 给你一个好的结果 如果我都不行 我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我相信全市场 我要这么讲 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到 我说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看谁可以帮你做到 真真实实的 价差在这个手上 真真实实的 破断在这个地方 真真实实的 唯一市场上 13年高科技专业经验的 孔祥子就在这个地方 我说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持股不超过三党 你做得到吗 你做得到吗 我再问一遍 你有这些优势吗 我因为有这些优势 所以说我还有巨友 268 今天在创高49.5 不仅金利科 不仅神盾 827的巨友 你如果拥有 你也可以展示上腾 你也可以迈向财富自由 破断 我不会放过 价差 我更不会让他轻易的留掉 希望全国投资朋友们 能够认清楚 人生的路 不可能 一路好走 重点是这些酸甜苦辣的过程里面 我们最终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好的结果 孔祥子的诚信专业的操判团队 会带给大家最好的结果 但是唯一的要求 给我一段时间 我会给大家一个好的结果 暂时上腾 迈向财富自由 资金不为大的 更需要好好地把握台北股市 这么好的一段机会 全球降息循环的开始 没有走空头的理由 绝对是多头 而多头 什么样的个股该出手 一般来讲 他会在考验你人性的弱点 都是你不敢出手的时候 他是最好的出手时机 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 因为你不了解产业 要跟着孔祥子的诚信专业的操判团队 才有办法暂时上腾 我带给大家一个好的结果 迈向财富自由 QR Code你可以扫描 电话你也一定可以打 重点是你的电话一通 可能会带来给你更多更好的价值 别的不多说 就是寻求财富自由 好 进广告 好 带我回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3533的佳泽 我想不管是具有 我从市值来给各位一个概念 神盾我给各位带来的概念 就是说AI而且整体 其实不是讲两个字 AI就AI股票怎么样 不是那么简单 经历科 X86的一个CPU的平台 我想这个部分全部都是 掌握产业的一个深度 它的变化 它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新的产品的机会 总体就是说 它的本身公司技术的能力 这里面都包含了非常多 包含非常多 那当然就是说像嘉哲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是从反向去做一个所谓的价差 我想各位你应该非常记住 我就不太多说了 1100 940 嘉哲就是过不了高 你巨有科今天还在过高 对不对 六四六二的神盾今天还在过高 对 经历科近期昨天也在过高 可是你 你加责 到底是有什么呢 你就是不过高 那你产业有很好的话 你就应该过高 讲一下就是说货柜三雄好了 今天带一下货柜三雄 货柜三雄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谈到了 降息循环的开始 全球产业的景气复苏 消费性终端市场 终端装置呢 慢慢的需求开始上来 全球的经济出现软着陆之后呢 开始往上走 GDP开始增加 环步的增加 那你要告诉我 你海运这个部分的价格 怎么可能往下掉呢 货柜三雄整体的一个运费 来讲的话 它是还涨 对不对 跌可以几跌 还涨 这就是一个多头结构 我也可以给我看看 以长荣为主的话 你看这一段K线 哪个地方是买点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 我没有看日期 我一看就看 这是Christmas这一天 140.5 好 我们出手了 我就出手三次 12月25号142点 我就出手三次 你来看一下 赢在哪里 接着下来 我看看有什么样的低点 有这个吧 显然是这个 1月10号的146低点 第二次出手 148买进 1月10号 对吧 我再下去看一下 到底哪个地方 又是一个机会点呢 哦这个地方嘛 对不对 1月22号的148点 1月22号的150 我说的话不全部责任 22603的长荣 我就出手这三次 142点5 148 150 157 我开始要问 你买在哪里 你该不会等解套吧 你还是买在155 156 甚至于就157 现在就刚好来到你的成本 那你抱起来害怕 如果往上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是 按照景气循环来看的话 它应该要往上 但是万一有一个不对的话 那该如何面对 我们长荣 你要知道 为什么我总是 就是说在整个操作策略上面 我们是做低阶布局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148点 整体的一个操作来讲的话 146点 142点5 148 150 这就是我们低阶布局的动作 我们绝对不追高 这是我们的优势 持股不超过三档 资金要集中 你不集中的话 譬如说你有300万 你买了十档股票 一档股票30万 30万的话 当时你如果买 这个所谓的六四六二 30万的话 89块半 你只能买三张 你怎么买到十张 那你买三张 只有五十万 所以说这个部分 资金集中是大家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还是那一句话 想要迈向财富自由吗 一通电话 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附付投资风险